大家好,我是Vicky,我是Vicky,謝謝大家 今天我想要教你如何用奇葩記憶法秒殺素氣五時音 如果你學過五時音,可是卻常常忘記它怎麼發音 那麼我影片底下的資訊欄還有留言板的地方呢 有附上如何快速記憶複習五時音的秘訣 提供你當學習的參考 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练习 接着我们会按照笔顺 发音 记忆法 还有混乱练习的方式进行 首先看到第一个字叫做 总共呢 它只有三话而已 来看看它怎么写 第一笔顺是这样子的 再写一次哦 OK 教你怎么记它 这个字我们就要写出中文字了 中文字呢 要看斜的哦 知道吗 头稍微这样歪一下 请问这是什么字 杀人放火的杀 还跟着我念叫做杀 第二个字叫做 总共只有一话而已 来看看我怎么写它 没了 再一次 跟着我念叫做 这个字超级好记忆的 把它想象成什么呢 英文字母的 对不对 跟着我念哦 第三个字叫做 总共只有两话 行きましょう 好 第一笔话 一 二 四 四 再写一次哦 一 二 四 四 这个字要怎么记它 我会把它想成是中文的手部 所以我就脑补了这个字 叫做 手部 我就脑补了 这一个字 叫做 吸 吸 感冒交难 吸 吸 感冒交难 它没有给我业配 可是呢 我要教你怎么记它 吸吸 感冒交难的 吸 吸 OK吧 第四个字叫做 总共只有三话 再写一次哦 好 我接下来教你怎么记它咯 这个字我这样补 世界的事 台语叫做 所以它的发音跟着我念叫做 最后一个字叫做 总共只有一话而已 仔细看哦 哇塞 就这样子一气呵成 来跟着我念叫做 再写一次哦 一气呵成 来跟着我念叫做 来接下来记忆方式 我教你怎么记它了 想象一下哦 这个字很像什么呢 s 对不对 s o so what so what 我们看到 s o w h a t so what 所以要跟着我念叫做 so so 接下来呢 我要把这些字全部都混乱在一起 帮助你全部都记好 行きましゅo 希望我的方法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 其实你用国老师有规划从50英后一直自冲到日检恩师的日文课程 让你增强日文能力同时也能够学习到生活流行的位跨 重点是哦 我的价格便宜到让你觉得用零用钱在学日文的 所有的影片都能够无限次观看反复观看 不会让你当台币战士花钱买装备 其实我想要用一种吃到饱的方式呢 让你全部学会日检文法单字社会化以及学校老师不敢教的禁语 外面没教的我通通教你 外面有教的你也会学会 我是尼宏多老师 你的日本语老师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